這次Leica又有新機出 大家知不知道是什麼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又介紹一部Leica的新機 這部新機比較特別 99%的Leica數碼相機有顯示 但這部是沒有的 這次介紹的這部 就是Leica在2024年9月中 最新推出Leica M11D 這部機是沒有Display 沒有Leica Logo 在頂上只刻著Leica Camera Wessler 說回一點背景 第一部Leica沒有Display的機 就在2014年 那部就叫做M60 之前我曾經介紹過 之後因為反應熱烈 就出了一部MD262 就是一個常規化相機系列 到2018年就出了M10D 事隔六年 現在就出了這部M11D 在這裏跟大家做一些溫固之身 這部相機的格式 基本上是按照Leica的M11P規格去做的 首先在像素方面 可以選擇DNG 有6000、3600、1800 同樣都是有一個CAI的電子水印 對於一些專業攝影師 或者一些記者 是非常有用的 重量方面就是540克 是連電的狀態 在ISO方面就是64至50萬 內存非常足夠 是有250GB 雖然沒有一個Display的畫面 但是是可以用到Visofax 2 在這裏是可以用到電子觀景器去對焦 對於一些長焦距 或者大光圈的鏡頭 有時是一個必須 好了不多說了 現在跟大家做一個開箱 這個包裝其實是改變了 和之前的Range Finder的機器有很大的改變 現在是有一條帶子 這個大家不知道是否記得 是像DELUX 8的設計 和一個設計語言 它一條帶子拔起了 然後很低調地有一個 Leica的Logo在這裏 整個都是一個紙的 一個環保的設計理念 鎖開之後 裡面有一部機器 這個就是M11D的外型 頂上就刻著Leica Camera Wesler Germany 寫M11D Leica的Logo也是沒有的 和這個M11P是近似 皮身也是改變了 和之前的M11系列是有少少不同的 同樣都有線框的Preview 後面很大的分別就是 變成一個ISO Dial 有自動、有M、64 一直到達5萬的選擇 還有一個功能鍵 在頂部也有一個 其他就沒有什麼特別 Speed Dial、開關、開關 就是這樣了 好了,我們再向下面發展 打開之後 其實這裏就有一張Sert 有關Leica的簽名 這裏就是Leica的說明書 一簡單的Bosher 再下去 一條USB的線 一邊是Ti-C 一邊是普通傳統的 方便你找到地方充電 還有一顆電池 和一條背帶 這次的設計 就完全沒有任何膠的物料 純粹都是一些紙的製品 好了,首先你在電話上 就開啟了Leica Photo 首先在這裏選擇 選擇M機 最新的版本已經有M11D 在這裏就開啟了 然後就按住 這裡有個功能鍵 按住它5秒 然後在這裏看 它很有趣 是會看到有數字倒數 數到起碼5就可以了 然後繼續 然後它又找到了 好,那你就可以接駁了 這個是第一次 先需要這樣做的 譬如說 可以同錄一些時間 盛暗 那些我不會弄它了 還有GPS 可以接駁的 這樣就加入了 好,現在就接駁到了 可以是remote控制了 譬如說 因為我現在關了一個 沒有擺鏡頭在這裡 如果擺鏡頭在這裡 可以看到它有個光暗的變化 這樣 你可以在這裡設定ISO 快門速度 EV加減 在這裡可以設定 按鈕就是 聽到 就可以馬上拍照了 還有就是它駁了之後 這裡就會亮了藍色燈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它 預置是Bluetooth 拍了幾張照就會在這裡看到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 這個都比較隱蔽的 鏡頭設定 可以選擇你的Lens的detection 其他相關的東西 比較用得多的功能 可能是解像度 可能你設定大中小 然後ISO MO那個是多少 多久會關機 最高的ISO是多少 USB是否充電 還有這個也是重點之一 到底儲存呢 儲存在哪裡 多數可能是選擇 SD Card 這樣去儲存 還有一個重點 跟大家說說 譬如說你第一次接駁完之後 第二次接駁完之後 其實就不需要按住5秒的了 相機 著了機 在LIGA Photo 選擇11D 它就會自動會接駁回 好了 這些就是剛剛拍過照片 看到效果可以在這裡放大 再按你想要的照片 是可以下載的 暫時有一個發現 就是它是不可以 format card 或者format internal memory 但是我發現 其實有解決的方案 基本上你是洗了 Internal memory 就不需要說format 你洗了就可以了 這樣 那這裡你可以選擇全 洗了 那就搞定了 那其他的設定 不是太大的特別了 在這裡就留意 你save 去哪個地方 Default setting 是save 去那張卡 如果你說不想 四六一張卡 那你可能 拔了一張卡 它就已經會自動 save internal 所以正常來說 選擇去第一個就可以了 就說到這裡了 至於 它其實可以加一個 Vix 這個就是 給11 或者10 用的 Vix 這個是可以放在這裡的 那你開機之後 只要你的眼睛污了 這裡 它就會開啟到螢幕 這裡呢 譬如我放在手指上的感應器 你看到一點點影 在這裡開啟了 那你一樣 可以選擇Function Key 去放大 或者是EV加減 這樣 這個是幾方便的一個選擇 就是 當你有些情況 真的要用Live View去對的時候 就可以這樣去選擇 HELLO 大家好 到我這一部分 就是教大家 怎樣把11D的相片 就下載到電腦那裡 那我就用MacBook Air 那那個方法就是 你首先有USB Type-C的線 那先駁回到MacBook那裡 M11D跟M11都是一樣的 下面就有一個C頭 就可以插進去 那當然 用手機的Apps 就調校回 那個連接做P2P 那就開了部機 OK 現在開了部機 那電腦就不會顯示 即時有個裝置 這樣就進來 那所以究竟會在哪裡出現的呢 那我們開回 Bouda 看看 好了 都是顯示不到 說有個裝置 有進來電腦那裡 那我們就要去到 這個蘋果裡面 有個Image Capture 對了 OK 一開了的時候 它就會顯示到 先放大一點 開了這個Image Capture 的時候就顯示到 有部Leica M11D 就會在這裡 之前就顯示到 有五張相片 我拍了的了 可以逐張逐張去選 去下載 又或者去下載所有照片 那這裡就是照片 下載去哪一個位 我之前就在桌面那裡 開了一個M11D的位 那我現在就下載所有照片 對 那個速度都不錯 都幾快 好 那我們一起看一看 OK 開個Folder 出來 下載照片 下來那個Folder 裡面的時候 你就可以開它 在Photoshop 或者Lightroom 裡面 做一些Editing 這樣 非常之簡單的方法 而且速度都非常之快 現在就在那個CAMBERLA RAW 就開了一張照片 這樣就可以做到Edit 非常之簡單 最後在這裡 跟大家做一個簡短的總結 相信你看到這裡 對這部機 有一定的興趣 要有個人獨特的想法 不會隨波逐流 心目中 沒有羊群的心態 不會被一般的思維框架束縛 反駁歸真 其實只是一個口號 與眾不同 才是真心話 如果你有以上的想法 這部機就適合你了 在投資方面的分析 之前的MD262 去到2024年 在市場上 都很難找到MD262的身影 至於上一次的交易 就是半年前 當時一部新正的MD262 是賣到3萬7元 而且很快就被人買了 准買家還跟我說 這部機我找了很久 至於M10D的情況 就更加誇張 上一次是說 2023年的年頭 最後一部的賣出 當時都賣到5萬多 現在我在Ebay上面 找過一下資料 竟然有兩部叫價11萬 當然是叫價 至於賣出的 其實都在說5萬多 以過往的經驗 這部機其實出的時間 不會很久 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把握時間 你對這部機有什麼看法呢 如果你覺得是很特別 有興趣的 在下面的留言 留言 留言 如果你覺得這部機 其實沒什麼特別 純粹智商稅 那你就打個No 如果你覺得這部影片有趣 和學到東西的 請你給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